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是瑞玛西丹 哈喽 早安 哈喽 你们好 我是瑞玛 瑞玛西丹 瑞玛西丹真的很特别 我2017年访问她的时候是强尼凯克 然后当时她当赠得到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而且最佳新人奖只有一生一次的机会 对 就很幸运 而且那一届的那个竞争对手也是非常的强 对不对 好 然后今天 访问瑞玛西丹她又是完全不同的身份 她今天可是一个创作歌手诶 创作专辑你知不知道 你本来就很爱唱歌对不对 我爱唱歌可是我都是自己唱好玩 真的没有期待这么早出专辑 但是你弹吉他是几岁就开始弹吉他啊 好像16岁 可是都是自己乱弹在Youtube学的 也没有说非常正统的学 都没有 就Youtube自己学 就Youtube自己学 对 哇哦 因为2017年我访问那个瑞玛西丹的时候 就是当时大家如果还记得义军 然后杨妹妹她们都有follow瑞玛西丹的IG啊 然后脸书 然后都跟我说 所以姐你知道吗 瑞玛很会唱歌 我说真的假啊 又会主持又会演戏又会唱歌 这也太全才了吧 要长那么美 她说真的你看 然后就是看那个你自己自弹自强的画面 就是就很自然有没有 对 可是因为那都是在家里 所以对我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可是我现在就是在观众面前 群众面前我还是会害怕 会紧张是不是 是还没有克服那恐惧 不是只有紧张 是那种唱不 有点快唱不出来或走音的那种 真的假啊 真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克服那个恐惧 可是你要现场演唱的话怎么办 对啊 所以我现在 第一个出席是三月底 因为我这样还有一个月可以练习 哦 在哪里 听众朋友可以那个 应该第一场签商会应该是在台北 哦 但是对 我这个月可能就是要 要密集的练习 对对对 OK 好 那所以这张专辑 2019年 强棒耶 是吗 全创作耶 OK你先讲一下这个契机是什么 你出这张专辑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lucky 然后这么完整的一张专辑 呃 它其实是去年 2018年的 8月底 那时候唱片公司才来问我 说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那时候就觉得 No 就是第一个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有克服站在台上的恐惧 然后 我又不会写中文歌 我根本没有写过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说给我两个礼拜 我要 真的好好想一下 因为要做我就会 做到最好 做到最好 然后我就去了绿岛去潜水嘛 然后那两个礼拜我就好好的 想了一下 然后我想说 我到底 我不出我是在怕什么 我是不是怕 就是 就是别人的眼光 或是什么的 反正我就 最后我就答应了 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可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就算等到明年 后年 还是被准备好 还是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好那就做吧 try let's try 就边做边学吧 然后我就说yes了以后 可是你那时候还没有一首歌啊 没有 就是你知不知道那时候 写到还不算一半 什么都没有 然后 同时又在拍电影 然后 我又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可以写 写完全部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觉得 OK Rima没关系 你写两首就好了 其他我们收歌 然后后来我就写了两首 以后我就觉得 No 是我的专辑 然后其他歌 OK 根本一点都不像我 然后我唱出来的感觉也不对 后来我就 觉得 好 我全部自己做 对 然后 就做出来了 但好累哦 因为同时一直跑内蒙拍戏 对 你拍成龙大哥的戏 对不对 对 哇 好 然后又 又 又两个半月要挤压出 自己全创作的专辑 天哪 你怎么敢答应啊 我不知道 我怎么敢答应啊 不是唱片公司 怎么敢了 他们真的很勇敢耶 我觉得我更勇敢 唱片公司那时候说 Rima我们来出专辑吧 那时候唱片公司 你是已经签唱片公司了吗 我是 不是直接签 就是跟公司合作 跟公司合作 对 然后唱片公司就听到你的声音的潜值嘛 对不对 对 他们怎么形容你的声音的 他们就说 很特别 很有磁性 很有 I don't know 沙哑 I don't know 那你自己诠释你自己的声音 你是 你自己觉得你是比较偏向哪一种乐风的 我不知道 这张专辑其实我刚开始在写的时候 我完全 因为我没有idea 我没有idea 要怎么写专辑 怎么写歌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曲风 所以我就想说 OK 好吧 那我就写 每一首歌我都要有不同的感觉 或是 我不想要把自己设定成一个 特别的曲风 因为就边写边找嘛 现在我写完第一张专辑还没找到 但没关系 但因为我 就是要访问Rima 我就把这个专辑就是 就是放在我的 边开车 然后就一直repeat 一直听这样子 这个 他的声音真的 因为Rima很年轻 才二十多岁 然后 二十八了 二十八 二十八还是年轻啦 在我的眼中 快二十九了其实 可是问题是 他的这个专辑的 这个样貌 跟他的声线哦 你才会觉得 哇塞 他好 很有个人风格 就是有辨识度 你知道吗 有一些新人 他 没有什么辨识度 但是你会觉得 他歌声不错 但Rima他有一种 自己的调调 然后呢 就是你如果看过 他的行脚节目 或是看过 他演的电影 你就知道 他就是一个很 自在 真实的人 他不做作 然后阳光可爱 健康 但是他的歌声 就好像 有一点点 一点点 撒哑 但是又不是真的哑 对 所以我觉得 我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 因为像你刚刚说的 你的第一个印象 可能就是健康阳光什么的 所以我这张专辑 想要带给 不认识我的人 另外一种面貌 就是你看 包括他专辑封面 就是比较黑色 黑色系 然后还破碎 所以我觉得 想要让人家看到 另外一个 其实也有 比较负面 所以你也有 安静的时候 安静负面 然后 负面 比较负能量的时候 OK 好 十首歌 不简单 那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的主打歌吗 你知不知道 切肉勇气 还有巧克力也都是 对 边吃巧克力 边倒立 那因为你那天 在艾米姐的节目 就是她一直问你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很好笑 就是边吃巧克力 边倒立 这件事情成立 可是听起来 人马常常 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常常 好 那你知不知道 你当时在什么情境 时候写的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 还没有出专辑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写了 它其实是我平常 我那时候 只是单纯在写 我的journal 因为我有习惯 写journal 中文是什么 不是日记 但就是记下 你每天的心情 或什么的 那我那时候 就是觉得 我就把我 因为里面 整首歌都在问 问问问 问问题 那我就把我平常 可能觉得 我们在找什么 我们在等什么 我们在怕什么 然后 这些东西写下来 然后其实是在 对自己的 对话 对 那 最后它有个总结 我不知道你有 太记不记得 就是 亲爱的这些都不是你了 It's ok It's ok 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因为我们都在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后最后 其实就是以这个总结 来做安慰 然后 就是我觉得 那时候 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每次只要唱到这一段 我就唱不下去 因为我在自己的房间 就是自己自弹自唱 然后唱到这一段我就 唱不上去 因为就是 很多过去的一些 比较 我上面有写过去的伤痛啊 罪恶感啊 什么什么的 就一般人一定都会有的 那其实最后唱到这个总结 就觉得 It's ok 没关系 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 有安慰的作用 然后每次唱它就觉得 被安慰到 疗愈的作用 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希望 就是听众听到的时候 是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有疗愈 有感动的 对 是 好 那 大家都知道 那个 Rema 她这个是台湾妈妈跟 黎巴嫩的爸爸 是 然后她会多国语言 好 那你的母语不是中文吗 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是了 可是我自己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 都是想英文 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也不用 我觉得我中文现在越来越好了 都可以全创作了 这不得了 就是需要再进 就是再更进阶 可是我觉得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对 哇 好 你知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要来 听听看 Rema的声音 好 她的声音 这个声音很特别啦 就是跟你平常看到她在主持 或是在 当演员时候的那种 不太一样 这个是蛮贴切她 真实她自己的 可是很多人都说 很像蔡静雅 有点 对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从来没有上过唱歌的课 我是最近才开始上 然后我一直都是用错的方式发声 我其实很多都是用喉咙 因为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用 丹田 丹田 所以现在是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声音 然后唱出来 我现在找到我真的声音 就是唱出来有点不一样 对 那你平常听中文歌吗 我其实在写这张album之前 从来没有听 我是八月底开始 我就大量的听 然后觉得 哇 好多人好厉害 然后写的词也好棒 好大家来听听看 Rama的声音 这首歌是 你知不知道Rama自己的创作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21分 我们今天访问到了 是Rama西丹 他来跟大家分享 首张的全创作专辑 你知不知道 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这一首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觉得 哇哦 他的可塑性也太高了吧 那在专题当中 其实Rama这次很开心 可以跟知名音乐人 有很多合作 像是什么 黄仲岳老师啦 柯仲棠啦 蔡建雅老师啦 等等 那跟他们合作过程当中 你们怎么样去 这个彼此擦出火花 其实跟蔡建雅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见到他 哎呀 那时候是收歌 然后好像 企划那边 他们就收到蔡建雅的歌 然后就 词曲都写好了 然后我觉得 哇 我这首歌其实蛮有趣的 而且 比其他手 我听到的都还适合我一点 那那时候 我在唱蔡建雅 她词其实写的还蛮好的 但我在唱的时候就觉得 哎 为什么我唱不出Rama的感觉 后来我就把它 那个取留着 然后词改成Rama自己的词 然后我就觉得 哎 他会起来 变成 就是 就是你自己的歌 便吃巧克力 便倒立这首歌 然后我就觉得 哎 i love this song 对 你把蔡建雅老师的词改掉了 没有 可是 有 就是 他们有去问 可是就是都ok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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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好有自己的想法哦 所以你是很有自信的啊 我没有不是有自信 因为我觉得既然 这张专辑是我自己的 我需要唱出我的故事 我的感觉 我想说的话 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想说的话 对 哦 那在跟柯智堂合作的时候 我们原本是合作 要合作一首歌 嗯 那时候碰面聊的时候 就是太和了 然后太开心了 所以就不小心写了两首歌 哇哦 所以柯智堂私下怎么样 话多吗 不少哎 虽然他看起来很好笑 对啊 因为其实他也不太上节目 除了去他表姐娃娃的节目之外 太害羞了 但是他的歌声就是好多人好多地址都好喜欢 对我刚开始就是因为听到他的歌声 然后就上我搜寻他 去跟他联络的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哦 我好喜欢他的那个 哦什么 我好喜欢他的那个 声音的质感 然后觉得好像跟我声音应该会蛮合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what a day 一起写 然后觉得 好适合哦 然后我觉得成品出来就很喜欢 就很喜欢 对 那你们两个在沟通当中 你们是怎么样去 激到你们的想法 是他先有一个 曲出来吗 还是怎么样 刚开始我们就先讨论 我们就说 我们就达到一个共识 就是说 不想写爱情 嗯 然后就说 嗯好那要写什么呢 ok 写about life 或是traveling 或是什么的 然后就慢慢 就我丢一个东西 他丢一个东西 然后就丢来丢去 就变成what a day 哇哦 有花很多时间吗 没有欸 what a day其实蛮快的 而且是那时候 刚开始现场 就是大概一个idea出来后 我就要去拍戏了嘛 嗯 那我就在比如说 机场啊 或什么的时候 我就直接 比如说 line 给他说 哦 我想到了这个词 这个曲 嗯 然后 就是这样丢来丢去 哦 好 那 既然已经先讲 讲到了跟柯智堂的 whatever day 我们把whatever day 改上来好了 我们本来想要放在下一段再听 那我们就编听这一首跟柯智堂合作的whatever day 然后再来跟任马再来聊一聊 其实创作灵感的部分是每一个好像创作人都被问他说 你灵感哪里来啊 那你怎么要去创作灵感 没有灵感怎么办呢 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在碰壁 但是我发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两天 因为卧室的关自己在房间两天找灵感 反而一点灵感都没有 后来我想说 ok fine 那我就出去看看电影 或是我发现最有灵感的时候 是我在坐飞机的时候 还有开车的时候 哦 对那时候就是灵感会自己进来 对就刚快写下来的 坐飞机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要拍戏嘛 所以我就要去内蒙的路上 又很长 就是花我大概15个小时才到 所以很长的路上 其实会有很多灵感进来 哦 对 所以在坐飞机的时候 或是开车的时候 所以通常都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无预警的时候会出现 就是可是在一个空间 用房间也是一个空间 但房间我就是碰壁 碰壁 对 出不来 是 ok好 所以 还是要去添粉啊 我也是边 边写边学 对 ok好 那 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都有这个创作的一些故事 那其实十首歌曲当中 哪一首歌让你创作时间是最久的 哪一首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蛮久的 对 因为他其实是 对一直改 而且那时候担忧是 他其实都很白话 可是他要表达的是比较深层的东西 那那时候 而且他也不是有一定的格式 他不是一般的像流行歌 而且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 不确定会不会被接受 会不会被 肯定 对 所以就拖了蛮久不敢拿出来这样 对 对 但是很有味道啦 那跟柯智堂的合作 在彼此的这个交流当中 柯智堂有说他的创作都是怎么样子 有灵感的吗 他其实跟我很像 他跟我很像完全没有什么格式的东西 他就是 哦去旅行 他才刚从印度回来 哦 对然后他就是去两个礼拜 或什么 然后就是旅行中得到很多灵感这样 哦 对他也是 那你们需要一些什么催化吗 例如说什么晚点睡啊 或喝点小酒啊 或什么样的 我目前还没有进阶到那个level 哦 对 因为我才刚 我还是菜鸟 所以 我还没那么专业 你好阳光哦你 所以你现在 每天 你每天的行程 然后因为最近你就是要 要那个 做宣传你的专辑 是 但是 你通常自己 如果有自己的时间的话 你是属于早起的人 还是会睡到很晚的人 你的晚定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不一样 早起就是六七点啊 哇哦那个蛮早的 我就是大概八点半 哦那也很早耶 八点八点半 对 哦那也蛮早的 然后就开始运动吗 呃 我最近是 起来先坐瑜伽 因为我发现坐瑜伽 我最近肌肉比较紧 坐完瑜伽看书 然后有自己的时间 然后再 呀 做运动或是 就是都会排满 所以你 真的健康耶 也没有 我最近其实吃的方面 并没有很健康 然后都比较晚睡一点 对因为 发现进 进入歌手的身份 那个其实 好像比演戏更不健康一点 你觉得进入歌手的身份 是不是对你压力更大 因为你是完整 就是很 很全然的 Rat嘛 对 我觉得不一样的压力 那因为这对我来说 比较新 所以 很多事情就要重新学 所以 有也是另外一种压力 而且音乐 比如说producers 他们 其实都蛮辛苦的 他们都是早上才睡觉 所以就是变成 我也 你不要熬夜 我在出这张专辑那三四个月 就是早上五六点才睡这样 就是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作息 那因为就是如果很多人对于瑞玛认识 是从她的行脚节目的主持 然后有些媒体对她的报导 都知道说瑞玛在这个十多岁的时候 对不对 十八岁 十八岁出过一个车祸 然后这个被火纹身 那当时当然很多的报导都说 哇她非常正面健康啦 然后浴火重生等等 那你每次出一个专辑或是有个作品 就会被提到 你这个会不会觉得不喜欢 我也不会不喜欢因为已经十 其实已经十年了 那时候十八十八岁对 那这也是我的一部分 然后一般人在我身上都可以看到 之前的说我的八嘛 那当然就是很容易会被问到 但我其实已经说到 说好多好多次了 所以其实她已经是我的一部分 不会觉得特别不喜欢 也不会排挙 然后或者是觉得说好烦 为什么每次都要讲这个事情 是不会 只是怕别人听了很烦 不是我自己讲的很烦 对 但是至少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一个很 励志或是很疗愈的一个人生故事 就是说对于一个漂亮女生来说 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劫难 但是你看到她现在又觉得 哇 什么都来 什么都会 什么都做 这个很厉害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 Rama跟柯智棠的What a Day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35分 Rama席丹在我们的现场 跟大家分享她的首张 全唱作专辑 你知不知道 在广告时间跟Rama聊天 很开心 她就是一个很自在的女生 然后跟她天南地北随便聊 那其实你就会知道说 Rama是一个 是一个很真的人 然后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事情 可能我们不太能够想象 例如说出一个大车祸 然后被火纹身 三四十percent 你不想 天啊发生这么漂亮女生的身上 但是现在看到她又觉得 她充满了勇气 充满了人生的态度 那现在这张Rama的专辑 你知不知道 里头的这么多的歌曲 其实你MV拍了几支啊 我目前拍了三支 三支 好像每一支都很有意境是不是 第三支其实 明天晚上就要出来了 边吃巧克力边倒立 所以有边吃巧克力边倒立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 那支其实有一点疯 因为其他两支 前两支脆入勇气 你知不知道比较近一点 比较不像平常的我 可是第三支 就是完全就是平常的我 有点crazy OK大家就是可以期待 也可以上YouTube去看看 好那在那个MV的这个呈现当中 其实好像也蛮挑战的是不是 你是说前两支吗 对 我觉得最挑战是第三支 还有第一支 因为都是 第一支 你知不知道是在海边 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拍自己的MV 要对嘴啊什么的 对我来说就是 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拍很多广告 然后有演戏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到很难 对 对但第三支就是 原本要大太阳才能拍 可是那天又暴雨 暴风 刮 刮 刮风 下雨 所以那个蛮挑战的 OK 好那像你的这个身份啊 现在越来越多元嘛 你觉得哪一个角色到目前为止是你觉得 你觉得就是难度 你觉得是很有挑战性的 我觉得其实都很有挑战性 但对我来说 可能是演戏和唱歌吧 我觉得都有挑战性耶 不一样挑战性 不一样挑战性 唱歌现在目前来说对我最 我最畏惧 因为我还没有克服恐惧 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唱歌的那个level还没有到达我 我期许的 然后但我已经出了专辑了 所以就是非面对不可 好那如果有很多的这个人邀约啊 你要去现场唱或干嘛的话 你就会稍微想一下是不是 我好害怕 对所以我现在才都没有活动 然后把请公司就是安排在到三月底 我让我再准备一个月 让我at least能心理准备一下 然后能练一下 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害怕的 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你一旦克服的话 你应该会enjoy吧 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说 他会自弹自唱 就很enjoy在现场那种感觉 因为他很随性 然后反正你知道吗 我很羡慕那种 你知道我听过最随性的一个演唱会是Bob Dylan的 真的哦 Bob Dylan来到台湾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OK 然后我跟我老公出幕 就很开心哦 哇哦 这个厉害耶 他得到那个诺贝文学奖 对不对 然后这么棒的诗人 这经典 我告诉你你每一首歌听不到他在唱什么 真的哦 因为他都自己现场改编了 真的哦 几乎每一首 他好强哦 而且他不跟现场的来宾打招呼 哇哦 他就跟他的乐手 而且他就是站起来 他下一首歌要唱什么 他就站起来去跟他后面的那个钢琴师跟乐手 不他自己弹 他就跟乐手讲 然后就开始唱了 因为他每一首歌他都改编 好freestyle 而且他每一场演唱会的每一首歌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觉得说 这样很好耶 哇哦 完全enjoy在其中 对 我很希望我可以到那个境界 到那个境界 因为现在我觉得离那里还差蛮远的 但至少出了这张专辑以后 我得到了之前没有的一些自信 嗯 虽然还差很远 但我觉得我是可以到达 再多努力一点 然后多学习一点 对 好 所以乐风的方面 这个Rama也说 你没有什么样太大的设限 那你自己出专辑之后 你会不会听歌的那个range 或是不同类型你会听更多 会 其实我本来就是听很多不同类型的 但就开始比较多听一些华语歌 因为之前并不是常听嘛 是出了专辑以后 我才开始大量的听 对 所以就是听了 就吸收了很多 对 那你听法文歌吗 诶超超 听法文和那个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都听 都听很多哦 对 好酷哦 对就是 那阿拉伯文的歌呢 其实有诶 可是不常听 对 也有听过 对 超酷的 其实都还蛮棒的 对 瑞玛又会阿拉伯文 又会法文 阿拉伯文是听得懂 可是你知道讲的那个 pronunciation不太好 就是那个发音很难 非常非常难 那你会这么多语言 你觉得什么语言 假如很多人都说中文最难诶 阿拉伯文真的很难诶 我不知道真的很难 那西班牙文不是要卷舌吗 这样 可是因为我会法文 所以其实 西班牙文会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对 所以我刚刚再试一下 跟Rama讲说 他可以发展性实在太大了 他maybe就是 你知道就是 maybe我们天在 那个好莱坞大戏当中 可以看到他的脸 那个Maggie不是吗 Maggie Q 对啊 Maggie Q 对不对 他从香港的电影里面开始演 然后现在 常常看到他的那个作品 所以 所以像 我看过那个报道说 Rama之前 其实也被嫌什么胖啦 然后什么的 然后 然后你就要去改变你自己 那你现在对自己的那种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那种坚定 跟你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的那种态度 是更坚定了吗 对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自由的感觉 因为 其实那时候开始 怀疑自己的身材 然后自己的那个 价值是在 15岁的时候 那时候刚进入嘛 踏进模特儿公司 然后开始 那时候 因为一个 算小孩子 然后 完全没有怀疑过 他自己的身材 就觉得 我是跟一般人一样 那我很好 可是进去后 开始就是他们弄不同的眼光看我 然后就觉得 你好胖哦 你好像猪哦 你可以减肥一下吗 那我那么肥的啊 就是 就会用这种方式 然后后来就是 听一次两次觉得还好 可是后来越听就觉得 我真的可能需要瘦 然后在拍广告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是选 比较小的衣服 因为一般模特儿都很瘦嘛 那 就开始 就是有一些 非常不健康的思想 然后也没有大人 在那边帮我说 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但 对 所以就是 struggle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最近这几年 就觉得 我喜欢我的样子 我不需要 我愿意改变 我想要练装就练装 穿不着穿不下 我穿我自己的衣服 对 就觉得是另外一种自由 就是 整个身心都很自由 就是 我爱我这个样子 我就是我这个样子 你喜欢你就喜欢 你不喜欢你就算 是 是 你需要你知道 你想要什么 这最重要 这真的很棒 所以 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子的角色 你现在 歌手 你做全创作的专辑 然后里面有很多Rama的影子 然后或者是 你是一个演员 你要诠释各种不同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 就像是 很多演员说 他在不同年龄当中 就会有不同的成长 可是 你在 你现在才28岁啊 你不觉得你特别成熟啊 其实我 你样子很样 可是 可是内在好像也蛮成熟的 我21 20岁的时候就已经 就是这样了 就是已经很成熟了 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 你知道 经过一些事后 你就会开始看 人生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也没有刻意 就是 自然而然 就会有点不一样 但还在成长中 我这几年又觉得 自己又更成长一点 哦 因为他就是一个 你知道 也是很内在 然后自己要不断成长 然后我刚刚跟他说 哎呀 其实 其实也可以去演演 偶像剧什么之类的啦 但是 比较不适合我 你知道每个人 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对啊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哎 我期待一个可以 非常适合自己的角色 在某一天会发生 是是 对不对 是会的 可是 我觉得重点是要准备好 我觉得 随时就是准备好 因为我觉得 我都还差很多 不管是演员 或是歌手 或是主持 都还差蛮多的 对 像我最近就是 看了很多那个 热马席丹的报道 然后有一个 标我好喜欢 这个 敲响金马金钟之后 他的歌声 好听到炸开来 哈哈哈哈 哦有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因为你的唱片公司很 很特别哦 因为他觉得你的声音 真的是一个 跨世代的新女生 所以呢 他就让各大 DJ 有一个盲听会 你知道吗 哦哦 后来知道 就是不讲这个是谁 然后就是让DJ盲听 就像我们盲饮 呵呵 喝不完威士忌或什么的 就让大家品尝 哇这声音很特别 居然还有人以为是外国人 哦 OK 哎这是 这是 外国人唱华语歌 外国人唱华语歌 OK 哦 然后就是觉得 他声音很特别 所以让很多DJ 耳朵为之一亮 好 那 这一次出这张专辑 你自己到目前为止 应该 已经 觉得 哎 挺不错的吧 我自己是觉得 我已经放了100% 我已经尽力了 然后 从一个没有要出专辑的到 也不会写中文歌到 出完专辑在两个半月内 我觉得我已经很proud 这个作品了 当然下次 有机会的话可以更好 但我觉得目前这样 我已经很开心了 嗯 而且 因为他的个人特色 包括有些人觉得说 他有点北欧音乐的想象啦 然后 这个音乐元素 就是又有点 百老汇士的独白 就是因为 瑞玛他的 特别的背景 多元 所以让他可能 自成一格 有一个他自己的风格 那你有没有想要尝试什么风格 是 你觉得想尝试 但是又觉得 哎 挑战性太高了 嗯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 gospel的元素 就是诗歌 诗歌 对 那我之后 我想要尝试 比如说jazz 或是 原住民的 那个chanting 因为其实我有一首歌 里面有请原住民来唱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 可是后面因为制作的关系 还是把它抽掉 所以我希望之后 有机会的话 可以放进去 然后可以再合作 还有台语歌也是我想要合作的 你会讲台语吗 你会讲台语吗 你会讲 没标准 但会讲 没标准呢 听有我听有 我都听有 你妈妈会讲台语吗 阿嬷也会讲 阿嬷都是人 阿嬷 台北人 对 你有语言天分 以前也跟阿嬷 阿嬷有讲 可是阿嬷 pass away以后 就是跟阿嬷讲 对 都听有 都听有哦 对他们讲话 我都听得懂 可是就是 要讲的时候 人家会可能觉得 不太标准 哦 对 好厉害哦 哈哈哈哈 好啦搞不好就可以听到 瑞瑪的台语歌曲 那你现在 出了这张专辑之后 因为你现在就是要集训 你三月的那个签唱会对不对 所以 还有时间在创作吗 其实目前目前 出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创作 出专辑到现在 还没有时间创作 因为你都在这个新专辑的 对 跟宣传当中 对啊 然后就要一直 一直上节目什么的 所以我还没有那个心思去写 我觉得很难欸 没关系 你把三月签唱会好好的 我觉得是一个 要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习惯 就是花一点时间来写 但我现在还没有 我那个习惯 OK好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就是很可爱的 边吃巧克力边倒立 然后明天就会有MV 让大家好好的来看看 瑞瑪她平常的样子 我们来听这首歌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52分 瑞瑪席丹的首张全新创作专辑 你知不知道 我们在Apps上面 有很多听众朋友说 瑞瑪的歌声疗愈 非常可爱的女生 不错 没错 就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你这个 你说你三月多的签唱会 地点还没决定是不是 还没有 哎呦 三月底 你是要决定多大多小 这样是不是 我不决定 公司决定 我不管 我只要 就是能让我站在台上 不要紧张 这是我唯一的工作 其他什么我都不管 那下面的听众 怎么样可以让你不要紧张 I don't know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表演过 我唯一 你没有在现场 拿吉他弹过 No 我唯一第一次是 1月11号记者会的时候 在记者前面表演 在记者前面 你唱那个 你知不知道 正式 对 No 脆弱的勇气 哦 脆弱的勇气 那是第一次 公开表演 OK 所以 我其实没有很多经验 所以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OK 好 大家就是以一个 非常 轻松 然后 非常愉悦的心情 去帮瑞玛加油 不管瑞玛 有没有走音 有没有忘词 有没有抖 有任何表现 就是给她鼓掌 因为 也不用太刻意啊 就是不用太装了 就不用太 对 但是 但是你看到一个很自然 然后很认真的女生 你就会 不自觉就是想给她鼓掌 好了 这首歌 我很喜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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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Sherry 对 法文 Sherry 什么意思 亲爱的 My dear 哦 对 OK 这快歌耶 你当时写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心情 她其实那时候歌词是 inspired by 我跟我妈吵架完 哦 哈哈哈哈 因为她吵架是讲什么文啊 中文 跟我妈是中文 然后她讲话就是 你知道家人讲话就是最伤的 所以跟她吵架完就觉得 oh my god超不爽的 所以我就去我的journal 然后把它全部写下 然后越写就觉得 我可以写一首歌耶 写进去好了 哦 刚开始就比较有点负能量 可是到 副歌的时候其实是转变 就是比较用正面的方法看待 然后鼓励自己 其实很多在这首专辑里面 都是在跟自己讲话 嗯哼 嗯哼 对所以其实 她后来又变成一个 蛮正面蛮 蛮可爱的歌 对 这是一个蛮可爱的歌曲 好 那2019年呢 你对于2019年的期待跟规划是什么呢 我的期待就是 唯一唱歌的期待就是能 站在台上 不畏惧 虽然这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已经 有这个恐惧已经七八年了 一直没有克服 可是因为现在出了专辑 我觉得 该面对了 然后就是真的该找老师 然后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声音 嗯哼 所以 希望今年能站在台上 至少能唱完 几首歌 然后 可以 不用唱得到多好 可是至少 那如果今年跨年有 有那个 县市政府说 哎 瑞玛西丹来 来唱个现场两首这样 I don't know 你还有好多时间呢 2019 要迈向2020 还有好多时间 对 听起来对我来说 现在是不太可 不可思议的 可是我希望今年至少可以克服恐惧 OK好 那在这个 演员的角色方面也都会有 希望能接到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非常适合我的电影这样 你有没有什么角色你是很想尝试 但是还没有找到 我很想尝试歌舞剧 然后或是比如说 比较不像我 像枪尼凯克很反差的 Rima 而不是太像我的角色 对 歌舞剧好像蛮适合的 蛮喜欢 像La La Land 或者 对 La La Land 那个 因为那个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好多演员怎么都那么会唱歌啊 他们那边真的很厉害 他们就是 你进演艺圈就是几乎都要会 全能 对不对 对 太强了 好 那瑞玛西丹 我们可以期待瑞玛西丹 接下来的 每一个角色的表现 好 那关于他的专辑呢 大家 真的要好好的仔细聆听啊 很棒的歌声 谢谢瑞玛西丹 谢谢 接下来锁定光景节的POP抢线报 拜拜